我很崇拜一个渣男 他对朋友仗义 对妻子 我受够你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了 离婚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呀 离婚了我怎么办呢 就连离婚都要给他安排好退路 我给你找傻子 你以为这是一个渣男的故事 实际上 男人得了癌症 命不久矣 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子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呀 离婚 只能用这种方式 背负骂你 却能给妻子一个稳定的未来 谁相亲还带着丈夫呀 我找不到下家都怪你 这次离远点 行 早找到合适了我就找解放 看到妻子在遇良人 他应该开心 可是心里却有点空落落的 谢谢你帮我演这场戏 你好 是黄先生的妻子吗 他现在已经癌症晚期了 您好 还在听吗 喂 喂 既然那么相爱 为什么还要分开呢 因为 爱的极致是成全 而不是占有 如果离开我 你会更幸福 我愿意放手 看到你幸福 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就好了 爸爸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想一个人了 沈天 我忘了 你在买 起来 发展 好 我忘了 我忘了